Q彈黑糖珍珠 倒入鮮奶滅滅的奶泡 撒滿焦糖 噴槍一口 甜香似义 但同樣是珍奶 做法卻大不同 茶然後加上奶精粉 飆成 四季春茶融入奶精調味 倒地的珍奶帶有清新茶香 除了珍珠 另外一家手搖飲店 還加入奶酪 雙重口感也讓消費者 覺得相當新鮮 很飽 就裡面有奶酪 所以整個喝完 就很像吃了一個便當 2019奶茶街 在台北西門紅樓舉辦 現場吸引不少民眾 前來品嘗各式奶茶 與攤位打卡拍照 搶供珍奶海外300億商機 各家飲料店全響映 推廣自家的特色奶茶 朋友介紹 然後就過來 發現很多以前 不會關注到的飲料店 然後滿多元化 我們會把優秀的店家 帶到日本去發展 也是希望能夠創造不同的機會 讓全世界都看得見 那另外也是希望 讓本地的台灣商家 可以接觸到更多的 潛在的客人 奶茶街一個月 創下超過四萬五千杯兌換術 帶動更多品牌的能見度 主辦人表示 這回獲獎的商家 將進軍日本 讓全世界都能喝到台灣的美味 這樣是秀雲台北報導 找到台灣的 居台北 現在就是 東宅